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前台中议长张宏年一家人 因为吃中药 竟然吃出一家四口 牵中毒 而当中中药粉也被验出了 牵超标是509倍 负责开药的就是顺唐中医的院长 吕世民 所以现在很多来到这边 求诊的患者都非常担心说 打电话到卫生局 问自己的药还能吃吗 盛唐中医院长 吕世民开给议员张宏 同一家人的自费保健药粉 被卫生局验出重金属含量 高达15000多ppm 记者会后隔天 只要出办公室不到两小时 接了20几通的询问电话 你们是高雄人的话 那您可以先询问一下 你们高雄的卫生局的单位 有没有相关的就诊的地方 大多都是问 手边的药还能继续吃吗 这一天的中药就是有30公克 还有民众不知道 他手上的药能不能继续吃 所以直接上四楼 把这个药材 直接送到药庄组来送验 妇人也是吕院长的病患 带着中药材跟药粉 到使药处来询问 但送验大概要等两周 才会知道结果 最后决定先等 血液检验报告出炉再说 因为不止前一掌一家四口 验出了血液中的重金属超标 也有一名妇人在圣堂中医拿药了以后 身体的不适 到医院检查也发现有重金属超标的情形 的确也有其他病患 也是吃了吕院长开的自费药粉后 不舒服就医了 但台中市卫生局强调 同样在圣堂就医的患者 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其他科学中药 跟同诊所其他医生开的药 没有问题 食药处也说 民众如果要送验手上的中药 还是会以吕院长的病患为优先 圣堂中医院长吕世民 曾经担任台中市中医施工会 第25届的理事长 以及地方法院审疗咨询委员 行医超过20年 主要是以治疗癌重症闻名 很多患者从北中南各地专程而来 甚至经常漏液排队 不过现在他开注的药粉 被验出重金属严重超标 虽然他解释是物加朱砂 但朱砂是拱 胃和药粉是千超标509倍 这部分卫生局也都还在等 其他的检验报告 才能进一步理清 TVBS新闻 陈其军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好 其实这个事情 从上个星期一传到现在 一开始大家想说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牵中毒这样的事情 大家也都非常疑惑 也很想知道源头在哪里 结果竟然就是在一家四口 他们吃的中药粉包里面 出现了有这个含朱砂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净疲 我们先来看到了 其实台中前议长张宏年 他的儿子的现任议员 其实他们一家四口 是有吃这个中药表鉴的 结果四个人因为牵中毒来送医 换医之后发现了 圣堂中医诊所的自费药粉里头 有什么 重金属钞票的案件 有牵有拱 超过了这个标准时是几倍 509倍 而他们一家四口当中 其实张宏年是最早开始 吃这个药粉的 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服用 之后全家开始跟进 吃了3到5年 而这个台中市员张晏彤 他自己也有吃 结果现在是有一个 身体多重器官发现的状况 血液里头的牵含量 高达了88 他说了这个所谓的牵中毒 到底会有多痛呢 他说如果生产的痛 指数是10的话 他的痛苦已经达到9 用生不如死这个四字 来形容他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的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的调查 他们说张晏彤一家 总共有9个人吃了相同的药包 而且诊所里头 还有另外一起牵中毒的女性个案 所以现在大家在想说 这个知名的中医诊所 尤其是这个院长 吕世民当中他开的药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医生他是自己解释说 我是不小心 不小心用到这个朱砂 来调剂药粉 由于使用禁止药材 是违反了药事法 所以现在也被送地检署来侦办 而对他也是勒令停诊一个月 而且有可能会被罚款 他也呼吁说 台中市卫生局也呼吁说 现在如果说大家本身有到医院 甚至是证明医师所开出来的药 你有再服用的话 觉得不舒服 应该要赶快到台中的8加1月 来就诊 而且被妥相关的药量来做检验 至少要多少 要有30克 30例 或是药粉包 是有15包这样的分量 才有办法验出 你当中的含量到底是为何了 所以现在解释完这么多 大家还想说 到底当中这个千含量 拱含量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且所谓的朱砂 不是都已经是禁用了吗 怎么会被刻意的误用呢 是刻意的还是无益的 现在我们要是去连线给 中医师李嘉雄 李医师你好 你好 好 医生我想请教 我们说这个朱砂 好像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 不是早就被禁用了吗 为什么还有办法来取得 是不是代表说 是一个非法的管道来取得的呢 我想在现在在台湾 要买到朱砂很困难 因为几十年前有无保产 这些有朱砂 现在已经很少了一用 即使在中药方里面的 财富加龙骨牡蠣汤 现在签单也都去掉了 所以科学中药里面 也根本都没有这种 签单朱砂这一类的药物 对 我想要请教 我们所谓的朱砂 一开始为什么会被加进到中药里面 好像一种八宝伞 以前是给小朋友吃的 还蛮常用的对不对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朱砂现在八宝伞已经很少 根本没有人用 我认识的医生没有人用 朱砂本身它性味是肝跟寒直重 所以专入新的经脉能清热 而且能够正确 就是让你恐慌举切 所以它在汉朝 唐朝的时候 它多少时候在治疗 现在的自律神经式调整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这种药了 医生 其实大家现在还蛮紧张的 就是说我们吃的中药里头 有没有可能会有这些重金属 所以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可以问说 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辨别 或是我们在选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哪些的地方 我想现在的中药 我们在健保处方上来看 它都有给你完整的处方单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 我们所拿到的科学中药 都是卫福部管事控管 很好的药厂 所以药厂所出来的药 已经非常的安全 至于这一次的事件 详细内容我不准确定 但是我想可能不是长期使用 因为千丹重工期 尝试使用的症状 它对脑部的损伤 对身体损失是很大 可能是误用或我是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诛杀动机要吃得到 几率很低 中药里面我们到中药房去看 只要是卫福部通过的药厂的药 绝对是安全的 因为台湾的现在的卫福部的 控管也好 或者卫生的情况的进步也好 或者医生也好 大家都很进步了 所以几十年前那种 有加什么特别的药物的东西 像诛杀这种签单东西 已经不可能有的事情了 了解我们也非常谢谢医生 今天接受我们的市序连线 帮大家试一下 所谓的千中毒 还有中药之间的关系 其实现在要出现这样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少的 但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因为在过去 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案子 发现说我花了大钱 买了中药 而且是名贵药材 怎么里面竟然越吃 身体越差 而且还有重金属中毒 像在过去 中部有名人花了十多万 买了什么 买了东虫下草 大家应该都觉得 蛮熟悉的 知道是名贵的药材 抹粉之后来食用 结果吃完之后 全身发的胃寒 而且甘指数飙高 后来发现说 其实在中药材里面 其实塞了 被塞了一个细细的签条 疑似就是因为相关的业者 为了让这个重量 秤其来是比较重一点 价钱比较好一些 所以包裹了签条意外 害别人来中毒 还有在中部也有逮徒 发现说有歹徒拿假的 龟鹿二仙胶 在大院里头贩售 专找什么 看起来长得蛮有钱的妇女 来下筹 穿着蛮讲究的 甚至有人花了十多万 竟然吃到中风或是洗肾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在选择中的时候 都要按照相关的规范 还有这个来源 来做理清了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 其实在台湾 现在还出现一种 虐待动物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娃娃机 然后大家一个有一个在操作 但里面塞的不是玩具 竟然是什么 是一只鹦鹉 而且有操作的人 就把这个夹子放下去 想来夹这个鸟 当然大家可以发现说 在里面的鹦鹉 都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担心 而我们就来看到了 现在在国内 所谓的这种 用夹娃娃机里头 来虐待动物的方式 还真不少 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鹦鹉 是鸟类 还有在过去 还有人把里面放兔子 而且也给别人夹 甚至其实还看到了说 大家在讨论的是说 其实就算今天 你不是把这个动物 不是把这个鹦鹉 或是兔子放进去的这个人 你光是去夹 你头部去夹 其实都有可能会触法 因为除了业者本身 当然违法没有问题 但是顾客恐怕会设犯什么 动物保护法的第六条 任何人是不得骚扰 虐待还有伤害动物 最终可以处 两年以下的有息徒刑 并可20万到200万的伐薪 所以在这听 谢谢大家 看到这种邮剧 千万不要去玩 而且在过去 也有人把所谓的龙虾 放进所谓的夹娃娃机里头 给大家夹 给大家玩 但是却意外的引发说 到底这样算不算 虐待动物呢 因为动保处人员说了 龙虾它不是属于脊椎动物 所以就不在所谓的 动保法的管辖范域之内 不过同样 在水里游的金鱼 鱼类 因为它本身有脊椎 所以放在机台里头 就算违法 因此大家才想说 其实这样子 对所有的动保法来说 真的没有漏洞吗 这也都是现在 大家被质疑的地方 还有我们就来看到 之前一个非常红的案子 就是 现在很多的所谓咖啡厅 会找来很多动物来作陪 像是这一家 这个咖啡厅 就找来了很可爱的婉雄 但没有想到 这个店长竟然一次是 长期的来虐待他们 甚至有什么情况 放牧羊犬来咬腕雄 而且网上还有很多的流传的影片 疑似就是咖啡厅老板 跟友人对话内容 他们到底讲了什么呢 他说他这个腕雄 被网球拍拍打得很惨 他自己都很怕会打死这些腕雄 然后其实地上有一堆血 他也都非常的紧张 非常担心 而且眼球也都是有剩血的情况 所以也因为这些图片 还有相关的影像流出来 让这一家餐厅的老板 咖啡厅老板 也是引起了公众的踏伐 但是这个咖啡厅的老板 负责一开始还不肯承认 后来终于好对外道歉 他说很担心让大家 很抱歉让大家的观感是不好的 但他不是虐待 他只是管教手法有错误 而那影片是在一年前的 只有没有再发生过 但现在当然动毛处 要来介入处理 也把这些晚雄都接到了 他们的一个相关的地方 来代为饲养 不过现在很多人 大家也都很喜欢说 好 去个咖啡厅 有这些特殊的动物来作陪 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 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们是无形当中 也虐待到的这些动物 像在东京 有一些像是猫头鹰咖啡馆 甚至还有刺猬咖啡厅 客人可以一边喝咖啡 一边摸这个刺猬 然后跟他们拍照一起玩 但是野生动物生物专家 舒伯特家说了 这个刺猬大家可以想说 但它非常可爱 你可以摸它没有错 但别忘了 它是夜行性动物 而我们去玩它们的时候 都是在白天 所以等于说 第一个我们打扰它们睡觉了 打扰它们休息了 再加上它一直被人这样触摸 它自己的压力也都非常大 所以台湾动物平权促进会就说了 在社群媒体的年代 有更多人会前往该场所来消费 拍照 来上传照片 求赞之后 怎么样呢 拍拍屁股走人 而且如果不希望这些事情继续发生 就用你的行动力来拒绝它们 就是拒绝到这些相关的咖啡厅来消费 就是一种保护它们的方式了 但如果今天路径不平 拔刀相助 你发现了动物被虐怎么办呢 其实有些关键 大家特别注意到 画面永远是最重要的 要收集证据 相片 影片 远景 近景 特写 通通都要记得拍下来 地点也特别注意到 像是门牌号码 还有地图接警 这些服务的截图 通通都是可以收集起来 还要注意到 有哪些算是虐伤行为 比如说很多人 这个养狗 然后这个狗不走 你要这样拖它 其实拖刑就是一种虐待行为 还有射杀 还有一些像是虐待它的等等 不给它吃东西 关起来 以及有一些拿陷阱捕售夹去夹它 甚至拿棒子来殴打它 这些都是对动物来说 是个非常严重的虐待行为 如果你遇到的话 当然自己不要做 遇到的话 记得把证据照片影像收集起来 而且使用这个动物保护法 跟相关的单位来报案 就可以拯救到这些 可能被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们了